这个江苏是一个医药产业的大死 而且创新呢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2018年国家批了国产行药10个 其中江苏就占了6个 江苏已经形成了以苏州泰州联营港为三角的三个创新医药园区 应当说呢 目前呢整个疫 而且也诞生了很多新的私立医药企业 应当说呢 这两方面的优势能够互补起来 会进一步推动加速医药产业的更快更好的发展 就是我们始终坚持我们两个站 一是就是创新 当然创新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内涵 早年我们是做新药 做一些小平子大自治药 但现在呢我们在跟踪不断的这个创新 新的创新潮流 占据新的创新的制高点 比如在细胞治疗 在生活制药 在基因治疗方面 我们不断的布局来投入 为我们下年的发展 奠定更好的基础 同时我们在整个制度创新 包括人才基地 包括这个 一些体制方面的改革方面 我们都做了很多的工作 来生育我们未来发展的需要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